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讲这个三十三天 怎么叫三十三天呢 因为前头都是几天几天的 这一次就讲三十三天 是同类的 第一次天是天灼 四体欢迎 它的四边 咱们经常说的四大天王 是四天 那叫四王天 四王天每部天通了八部 八部天 四八三十二 加上主天的第四欢迎 音头罗 那么就成了三十三天 三十天天 就是以这个第四天的天主为首的 咱们这讲的是 同地四天同类的 他方世界的三十三天 那以咱们这个 说法师的三十四天天为主 所以这些个说的都是天王 都是天王 那么那个八部鬼神众啊 四大天王 那以后下文就包括这个里头了 没单做结束 这个子说是 这个子说是 第四天的天主 对 就是三十三天主 那每一个天王都同在三十三天 知道这个它的总的题目了 大家就知道了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十一法 十一法就是 这十个天王 所统领的 每一个天王都统领三十三天 但是不是这个世界的 不是这个世界 这是四敌欢迎嘛 就是 十家音头罗天王 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 以他为主 还是这样说 他这个四敌欢迎的 因头罗天王 他得到意念三四佛出心 意念呢 回忆 什么思想的细面 意念 心里想 心里想 想什么呢 想过去 过去 过去 祝佛 都到这个第四天说过法 那么 未来呢 未来将来 像米勒佛要成佛时候 也有到第四天的说法 互相相望 过去 未来 那现在呢 释迦牟尼佛就在第四天说法 三四就有这么两种 有两种 因为 他说是 意念三四佛出心的时候 过去佛 过去佛 现代佛 未来佛 乃自于这个节的 成节 住节 坏节 空节 他都能够清清楚说的 了解到 了解到 了解到了 他生大欢喜 得了这么一个 谢托门 因为他这个 警戒 书上 他原书上 他能做到 第四天主 但是这个天主啊 跟那一般的 第四天主 不同的 这是继位的菩萨 这个所说的 都是继位菩萨 能够参加到 华盐海会的当中 来护辞 毗露哲诺佛 说法 说华盐见 要不是大菩萨 为你 不能见到 毗露哲诺佛 闻不到法 第二个天王呢 他能令佛色身 最清净的 广大的 无比的 谢托门 怎么解释呢 就是 佛身 佛的身啊 没有这个 眼啊 静啊 什么大身相啊 小身相啊 像这 像三十二相 是裂相啊 无量装严相 好是盛相啊 没有这个 盛里的 这个分别了 就像 空中 虚空一样的 虚空什么样子 云彩多了 把太阳遮住了 天气就难了 什么的 现象都昏暖了 看不清楚了 假使明镜的时候呢 没有云呢 云散了呢 云近 自光就普照了 这叫清静 这体性是空的 空观成就了 空还有什么大小啊 那就叫广大了 能令佛身能见到 看到 佛的色身 最清静的 没有能比得上的 他得了这么个 那第三年 那第三年 磁木宝际天王 磁木宝际天王 他得的是 磁云 普宝 老系统们 云 是警戒项 没有心的 是现象 云没有心 没有假作意的 磁木宝 磁木宝 救护 但是都有个 因缘 佛看我们 都大字相差不多吧 你只是个人嘛 人类 哪里看着蚂蚁 看见马牛羊 鸡蒜 看一些畜生 他对人类 都是平等看待的 就像那个 云是形容词 云才的普法历史 佛的心 对一些重上 都平等的 奈乎救援的 不是他 随顺他 文法 归于他 对你特别好一点 不归于他 他或者就是 不理你了 或者仇刺你了 那又不叫佛了 只是一个缘 你的善缘 聚 就能得度 无缘 佛也没办法 人天主 人天的主宰者 他有分别的 因为他见识烦恼 都没断 他有分别的 他有减载的 佛没有 咱们的心 学佛嘛 咱们的心 学着像佛那样的 现在咱们做不到 像菩萨 为什么菩萨也有层次呢 出第二地 三地 一直到十地呢 就是他那个心 还不能普法 没有正到究竟的 佛果的时候 不能普法 这个只是说 这个天王 他得到了 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种的 佛的清净的 平等 因为广大是在性空 正到空性的体现 从空中显出来 诸佛的抱身 化身 这是从空 空是体 一体而起的作用 就是起的作用 这是这个天王 所得到的 第三个天王 第四个天王 得横见佛 于一切四主前 现种种的形象 感应为得神 佛在这四主 四间主 这都是四间主 这个是说天王四间主 这上面说人王 人王还到不了 到不了华言法会 不得印度那些国王 说这说博世界 一些人王 办不到 这只说天王 天王 天王 也不是所有天王 都能见到 也能参 都能参加的 这个华言法会 这是随着 华言法会的听众 对那个继位的大菩萨 他能得到 那咱们人家的王 那是做主宰的吧 现在王少了 一个国家的总统吧 他仗是他自己的威德了 那他有些还做坏事 他只能见到佛 有些他根本不信佛 是过去的福报所来的 现在的世间主 大多数是 有福德的 但所做的不是佛事 行杀路啊 因为他那个心有耐增 因此嘛 这是华子的天王所 那么以下的天王 这么料说而已了 第五个天王 他就知道 一切因果的差别 那就一道 勤修善果 就莫做坏事 他能够教化 他所以能够 能够统化的 使他们都修的 善因善果 更增加了福德 这是讲的因果差别的 那第六个天王呢 他是能够 像佛那样的 调伏众生 像佛那样调伏众生 像一切众生 都仿效着 佛怎么做的 佛怎么说的 佛怎么想的 我们也要入世想 入世说 入世做 随顺学佛 第七个天王 他所得到的 在这个 一切转变 在人这个 专制人说吧 在这个 利益人 众福德 他才处事的 就是 佛处世间 就是为了教化众生的 有福德厚的 能见 福德薄的 见不当 那么 据历史的 说考验 佛出世在 印度 印度人也自有 三分之一吧 受到佛的教化 三分之二人 还是不 连佛的名字 都没听到 也入世了 佛正法的时候 那相法更减少了 在末法的时候 咱们现在是 处于末法当中 就是在末法当中 能够闻到 佛的名字 不说学什么经论了 能够听到 佛的名字 你要用 能够好